学习有三宝 教材 课件 陆中宝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 下面我们来看基础班的第四章 合成法律制度 那么这章里面从考试情况来看的话 它非常重要 您可以看到它平均分值是15分 这个分值的话 是主要的表现为案例分析体 因为我们从以往的考试情况来看的话 它每年必然有一个案例分析体 是来自我们合成法律制度这一章 那么有些年份里面是跟我们的误权 第三章线结合 那么从2021年开始的话 这个题目的分值下调为15分 过去是17分的 如果是两章线结合 来出我们的案例分析体的话 那我们第四章里面肯定是占主要分值 最起码三分之二的分值 是来自于我们第四章的 三分之一来自于我们第三章的 那多半是跟我们物权里面担保 物权变动想结合 那么也有些年份里面 它纯粹是考我们第四章 那整个的分值呢 就是考我们15分 所以这章里面 尽要就尽要在它考我们的大题目 案例分析体 但好在是什么呢 这种案例分析体比我们第七章的证券法要简单 因为它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呢密切相关 属于民法方面 那我们重点是要关注 像买卖合同 像这两类周六合同 甭管是经营性周六还是轮资周六 还有借款还有建筑工程 这五个方面呢 是经常以他们为剧本来编故事 编我们的案例分析体 那多半是跟我们的担保想结合 好 这个表里面是我们近三年的提形和提念的分布 你可以看到 以案例分析体的分值为主 再加上两到三个小题目 其中2020年这个17分的案例分析体的话 就全部来自我们第四章内容 像19年跟21年呢 你可以看到啊 是绝大部分的分值是来自于我们本章内容 好 本章的考点结构框架的话 我们把本章的分为三个单元 第一单元呢 是和他们拼的通责 就是我们总责部分 总共有这么几处考点 第一处和他们的基本理论 基本理论这一块内容呢 您重点是要关注这个和他们相对性的原理 第二块和他们定例 定例这一块里把定例的程序 就是要约跟承诺 要搞清楚 那么第三块是和他们效率 因为效率这一块里面绝大部分的内容呢 在我们的第二章 讲到民事法律行为的时候 咱们跟大家分析过了 无非是什么的生效 无效 可撤销和效率带定的 所以这一块内容呢 是比较简单一点 好 从第四处考点开始 您就需要重点关注了 像和他们履行与保权 履行这一块里面 比如说像看变权 保权罩里面 像代位权与撤销权 那都是过去考过我们案例分析体的地方 所以这一块内容呢 是重点了 那么第五处考点是和他们变更和转让 重点是关注转让 转让这一块里面 有债权转让 有债务转让 好 那么或者呢 权力和义务尊指 尊指这一块里面要分两个层次 有债的尊指和和能解除 和能解除 它本身是一个高频率的 考我们案例分析体的地方 那么债的尊指之上里面 您着准是要关注 向抵消提成这两个支持点 好 那么第七块是违约责任 违约责任的话 也是一个高频率的出我们案例分析体的地方 特别是有关于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 比如说赔偿损失 对吧 支付违约金 甚至可以如我们的钱保的定金账里面先结合 通过定金法则来主战这个违约责任问题 好 第二单元呢 是和他们担保 担保这一块里面 那我们在第三章里面讲过了物保 是不是担保物权吗 抵押质押流质吗 那么整个的担保方式里面 他还有人保保证 钱保定金 那我们重点是要关注保证 这块里面既是重点 同时也是难点 特别是有关于我们民法典的 担保制度的司法解释内容 您必须要准确理解 第三单元是主要的典型合同 那咱们筑块的教材 总共是选取了十一个有名合同 这十一个里面 我们仍然是强调 那五个容易出我们大题目的 这个有名合同 像买卖 借款 租赁 仁资州令 还有建筑 宫城 那么剩下来的话 一般情况下 是出我们小题目 比如说像赠宇 或者 对吧 承担 或者 委托 或者 还有寒记 或者 这呢 从考试的评论来看 要比我们像这个技术啊 像这个论书啊 要高那么一些 其中技术 或者里面 从这么多年来看的话 几乎没出过题目 所以我们做一般性的了解 足以的啊 好 我们下面来看第一单元 合同编的通责 先看第一处考点 合同的基本理论 那么这块内容呢 有两个知识点 一个是我们的合同分类 一个是我们合同相对性 合同分类里面呢 有两个方面的分类 需要我们做了解 第一 按照单事人 是否相互 附有对价的义务 为别人的话 我们把它分为单物 和双物 这个单物里面 我们在前面 讲的第二章里面 讲这个民事法律行为 分类的时候 我们就说过啊 他和我们单方的 民事法律行为 两个不是一个概念 首先我们说 所有的签合同 他都是什么呢 双方的民事法律行为 这里面所讲的单物 和双物呢 是强调 是一方对对方有义务 还是双方互付有义务 您想我们赠予 先保证 都是什么呢 一方对对方有义务 保证里面 是我们的保证人 和债权人签协议 那只有保证人 对债权人有担保责任 反过来讲 债权人对我们的保证人呢 他是没有法定的 或者我们约定的义务问题 好 双方照片里面 最常见的是什么 像买卖合同 像周六合同 都是互相负有义务的 第二个 按照是否以其他现实交付为 分为落成和实践 那在我们国家 绝大部分的合同 都是落成合同 你像赠予 像质押 都是落成 那么实践照片里面 从我们筑块教材 本身的 这个编写来看 就得三个 一个是保管 一个是我们自然人之间的借款 还有定金 那么自然人之间的借款 它是一个实践 也就是说 只有出借人把钱 借给了我们的借款人 你们俩之间的借款 才会成立生效 它不像我们企业之间 或者企业跟个人 或者我们企业跟银行之间 这些都是落成 双方意思表示一致 便成立生效 那么定金 它是一个实际 也很好理解 只有我们讲 给付定金这一番 把钱定金 给我们对方 那才会产生我们定金的法律效率 所谓定金的法律效率 是什么 收取定金这一番里面 如果他违约的话 他双倍返还 这个双倍返还就表现为 他退一 罚一 退一前几次 你得先给我吧 你不给我 他们让我退你 所以定金 它是一个以对方支付定金 为成立要件 为生效要件的一个实践 好 这第一个 合得人分类 第二个 合得人相对性 那么这个点呢 我们在前面讲到物权的时候 主要对比过 我们说物权 它具有绝对性 债权 它具有相对性 那么签协议 它就是一个什么 债权的行为 这个相对性 更为主要的是 体现在责任承担方面 仅限于 合得人当事人之间 不关第三方的事情 那么这块内润呢 我们把它跟合得旅行中的第三方 相结合 所以我们把八十八页的 这样一个第三人的内润呢 我们放一起来分析 那无非是什么 两个方面 一个是什么呢 由第三方去旅行 一个是什么呢 向第三方去旅行 本管是由第三方旅行 还是向第三方去旅行 首先这个第三人 他都不是我们合成单事人 那我们来看具体内容 第一个 由第三方去旅行 分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基于我们单事人的约定 另外一个是第三人 自虐单方代为旅行 那我们先看第一个 如果单事人 一定到由第三人 向债权人旅行 债务的 第三人如果不旅行 或者旅行里面 有瑕疵的话 责任承担方面 只在可能单事人之间承担 即债务人 向债权人 而并非是什么呢 并非是第三人 向债权人 为什么呢 咱们稍微举一个事例 来分析 您听着啊 说贾和乙呢 他们俩是一对恩爱的夫妻 贾呢 每年在特殊的一些日子里面 都会找花店 给我们心爱的爱人呢 去送鲜花 应该这样啊 对吧 咱们作为男人的话 应该要这样 你看每年2月14号 我也会怎么的 给我爱人干嘛 去订鲜花 这很正常 好 你看啊 假设是2月14号 贾通过挨花店里面呢 给我们倚账订鲜花 但2月14号 人家花店单子特别多 把这茬给挖了 或者挨花店 把花生过去的 不是玫瑰花 而是白色的菊花 给要命啊 那不是清明节啊 对不对 所以 爱人赵里面 作为第三方 你旅行有问题 那问题是 谁对我们以 这个债权人 承担合同责任呢 你发现 贾跟乙之间 他们是有赠予的合同关系 对吧 而我们 爱跟乙之间 他们并没有 有直接的合同关系 那基于我们合同相对性原理的话 那固然应该是什么呢 贾向乙照里面 承担合同责任 那我们反过来讲啊 如果站在贾跟 哎这个花店 有他们之间 也有一个合同关系 这是什么呢 买卖的合同关系 是不是啊 那么就表现为 贾让我们的债务人 向第三方 哎 向乙照去旅行 如果花店 他没有按时间旅行 或者旅行呢 有问题 送菊花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A花店 向谁承担违约责任呢 那还是像我们的假 像或者另外一方单身 而不是像我们的第三方 这便是我们 和人相对性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无关第三人的责任承担问题 在两个单身之间 有权利跟义务的责任承担问题 好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 是第三人 单方自愿代为旅行 那么什么情况下 第三人呢 是自愿代为旅行呢 那肯定是跟他 有利益关系 所以在债务人 不履行债务呢 第三人对旅行该债务 他具有合法利益 这个合法利益 可以表现为 身份关系 也可以表现为财产关系 比如说 想父母呢 为子女 去代为旅行的 对吧 他就是基于我们的身份关系啊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你说是不是 那么所谓赵里面 基于财产关系产生的话 咱们也举个示例 你比如说 在我们连环交易里面 你说假赵里面 把货物呢 他卖给乙 对吧 以呢 作为一个中间人 贸易公司 把这货物呢 他又卖给我们的饼 现在是什么呢 你这儿里面 他不履行我们对假的货款 那我告诉你啊 假有群的解除 把这货收回来 是不是啊 所以你这儿没履行的话 对我们饼这儿里面 合法的利益 具有什么 具有损害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饼 才基于自身的合法利益 他愿意带我们 向假赵里面去支付货款 是不是啊 那么饼罩里面 他去旅行的话 不是基于我们假以当时 签协议时的运行 而是基于什么呢 他对此具有合法利益 明白了吧 那么这段情况下 如果饼罩里面旅行呢 他没有按期 或者有问题的话 那假能找饼吗 还是找不了饼 饼照样是什么呢 是第三人角色 他不是我们合成单事人 所以在责任承担里面 假还是找我们什么 找我们以 比如说饼罩里面支付的货款 并没有按期延期 那违约金方面 假找不了饼承担违约金 假找饼罩里面去索要违约金 是不是啊 当然 第三方 单方自愿代为旅行 有三种情况下 他不能做 第一 根据债务的性质 比如说这个债务是基于我们的人生带有身份的属性 那只能是我们债务人自己旅行 别人旅行不了 比如说演出的义务 是不是啊 那别人就代替不了 还有单事人预定的 只能有债务人自己旅行的 那我们就不能有饼代为旅行 还有法律规定的 只能有债务人自己旅行 所以这三种情形的话 咱们第三人就没有办法去旅行 好 第三人单方面自愿旅行之后的话 他将会产生一个法定的权力转移的债权转移的法律后果 就说丙他代为向甲这旅行的货款之后 甲对我们义这债权呢 他就会转移给谁来享有的 给丙来享有的 言万之一 义就不再欠甲的货款 义就欠丙这一笔债务了 除非义跟丙之间有另外运的 所以我们讲第三人单方自愿代为旅行 旅行之后的话 他将会产生一个法定的债权转移的法律效果 好 那么向第三人旅行 他分为两个层次 一个是不正正的利他合成 那就我们刚才举事例里面 甲跟这个埃花店之间所签订的买卖 让这个埃花店呢 向我们这个椅子里面去顺心花 他是一个典型的向第三方去旅行 那么埃花店如果他没有旅行 或者旅行有瑕疵的话 那我们埃花店应该是向谁承担 向这群人讲 而并非是向我们的第三方 所以第三人在不正正的利他合成里面 他纯粹是一个受领人 不是和他当事人 所以他并没有权利直接要求我们这个花店向自己来旅行 当然也有例外 我们也有真正的利他合成 这个真正的利他合成就打破了我们和人相对性的这个原则 第三人呢 他想有对债务人请求履行债务 甚至呢你不履行 我让您对我承担违约责任的权利 那我们说一般情况下 第三人是没有这样一个请求权的 那么为什么会导致第三人有请求权呢 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基于法律规定的 第二个基于当事人约定 那我们分别取两个事例 联听 在保险法里面呢 法律赋予我们受益人呢 他有权利请求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的权利 比如说 假账里面 他为我们以 像A这个保险公司购买一份人身保险 所以以照里面如果出现意外 保险公司要赔付十万块钱 给谁呢 给受益人比 好 我们先分析一下 保险和单事人是谁跟谁 那是图保人甲 跟我们什么保险公司 他们俩是我们保险的单事人 那比这受益人呢 他是我们的第三人 但是保险法里面 他法律赋予我们受益人 享有保险金的请求权 所以以照如果出事保险公司不支付的话 那么并呢 是有权利要求我们的保险公司 向其来支付保险金 这边是我们法定的 好 单事人运的话 您再比如说 在轮资州令里面 比如说 假 他想要一设备 但是没钱去买 这是一个轮资州令的公司 人家有钱 不要设备 你俩人相见恨我 所以他们俩签一份协议 让我们 帮他到饼罩里面去购买设备 然后呢 再出租给我们假 这便是一个轮资州令 所以A跟饼之间 这是一个买卖的合同关系 而A跟假的 他是一个轮资的州令合同关系 好 您看啊 如果站在A跟饼这个合同 当事人来看 那假是什么 第三人 当然我们讲 在轮资州令合同 三番当事人 可以通过约定的方式 让我们乘坐人假 享有买兽人 A罩里面的索赔群 这个索赔群的享有 那就是基础什么的 三番当事人的约定 明白了吧 所以如果说饼罩里面交付的设备有问题 那假设可以直接要求我们 饼对自己承担违约责任的 所以这样一个突破性 是基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 导致我们的第三方 他享有这样一个权 那这个权力对我们第三人而言的话 它是一个好事 所以法律说 如果第三方漠视了 就视为他接受了该权力 你看在合理期限内 没有明确拒绝的 那么第三方 如果没旅行 或者旅行不服于认的话 那我们第三人就可以找我们的债务人 让他对自己承担什么违约责任 这是一个突破 那么债务人对债务人的看病 可以向第三人来阻担 像我们刚才所讲的 如果假承担的时候 那主人的话 那饼可以把它对A 买受人的看病权 那对抗我们的第三人假 为什么呢 因为看病权 他不会因为权力主体的变更而消灭 我不管你权力主体是A还是假 那饼罩里面看病权 都是可以来主张的 好 我们除了刚才所讲的 真正利益他和人的这个突破之外 还有一些突破了我们和人相对性原则的 那第一个保全措施理 像代位权与撤销权 我们也举个示例 您听懂了就可以了 您比如说 A他欠我们B100万 到期无力清产 但B不甘寂寞 经过调查发现 C还欠我们A120万 这个120万非专属于我们A自己的 而且到期了 关键是债务人 待遇行使自己的到期债权 这个待遇就表现为 你不通过司法途径告我们C 导致你又没钱还给我 你这个行为就损害了我们B债权利益 本来我们说B跟C之间没半毛钱的关系 但是现在B可以去法院直接告我们C 这便是待遇权你看到没有 待遇权就突破了我们原先AB的 或者是相对性的关系 本来B只能找A 现在B待遇权行使可以突破找C 第二个 所有权上于不破州令 我们民间叫买卖不破州令 怎么理解呢 你听说甲把房屋 他出租给我们的这个乙 甲是出租方 乙是承租方 事后甲把房屋的他卖给我们的饼 那么现在问题是什么呢 帮你转移登记 饼成为房屋的所有权人 那饼上门找我们乙照里面去要房子 那乙就可以看遍饼 这个看遍就突破了我们甲乙的 州令和人相对性 那为什么可以看遍呢 很简单 因为我乙成都在前 你买卖在后 你的买卖不破我这里面的州令 言万里 原州令关系对新的受人家人 他照样具有约束力 他不会因为你买卖 而影响到我们乙照里面的州令和人效力 这也是一个例外 好 您再看第三个突破 建筑坚城的分包 怎么理解呢 你听说A公司想盖房子 作为发包人 角色是发包人 那么B公司呢 他准标之后是承包人 经过了发包人A统一 B呢 把一些活让C来分包 C是一个分包人 比如说让C来弃墙 主体结构 B自己干 自己做 结果C还把墙给弃毋了 哦 这种情况下 A能不能找我们C呢 可以 例外嘛 突破嘛 本来AB之间 有建筑工程和同关系 AC之间 没有直接和同关系 那为什么 A可以直接找C呢 就是因为分包人与承包人 对发包人的承担年代责任 这个年代两个字 就意味着发包人 对如B和C 你们俩我爱玩谁 都可以 是不是啊 那为什么立法者 他让我们发包人 直接找我们C呢 那也很好理解 为什么呢 这就是古代的年作制 你看南京是一个古城啊 有很多名城墙 在城墙的城墙砖上面 有很多人名字 这些人名字就意味着啊 如果这一段城墙出问题 反正你这几个人都得死 比如说烧制城墙砖的 还有这个城墙是你们弃的 啊 弃砖的人 还有监工 你们三个都得对此负责 因为我们讲建筑工程 如果豆腐砂 那是要人命的 所以我们现代立法呢 也汲取了我们古代的 连作制这样一个规则 所以发包人 可以直接找我们分包人 这是一个突破的例外啊 好我们看第二处考点 或者呢定例 定例这块内容呢 您主要是把我们的小题目 重点是两个方面 要约和承诺 咱们先来看第一个要约 我们在预习班里面 给大家收过了啊 要约和要约邀请的 这概念的区分 照里面我们稍微再 纯述一下 所谓要约是什么呢 是希望和他人定例 的意思表示 他可以向特定的 先对人 也可以是什么 向不特定的先对人发出 比如我们讲 耗者怎么理解 什么也可以向不特定的先对人发出 比如说 在我们超市里面 货柜上面 既有货物本身实物 同时下面呢 有个小卡片 这个货物产地是什么地方 数量规格价格都有 这就是一个要约 这个要约 他没有针对某一个特定的对象 对吧 你去超市里面 甭管你是谁 如果你喜欢这个货物 你拿过来去柜台付钱 您这个行为 他就是承诺 超市货架的那个标签 他就是一个要约 他就是对不特定的先对人发出 那我们说甭管是对特定的 还是不特定的对象发出 第一 他内人呢 必须要具体明确 至少得有主体标的标的受念 那么第二 发出者对其内人呢 他要受约束 这个受约束 如果说对方他同意的话 就意味着 您得去履行这个义务了 就意味着双方干嘛 或者能成立了 而要约邀请呢 那往往是什么呢 是我们发出一个广告 对方看完广告的时候 他来向我发要约 所以他的概念是 希望他能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 他是我们可能准备阶段 那么他本身呢 不具有约束力 而且在内容具体性方面 也不及我们要约的内容 在现实生活里面 像拍卖公告 招标公告 招股说明书 债券莫及办法 基金招募说明书 商业广告 以及我们加莫表 一般都表现为要约邀请的效率 当然商业广告里面 也有两个例外 第一个 如果商业广告内容 它符合要约的一些特别 那我们构成要约 比如说悬赏广告 那么悬赏广告里面 如果说对方干嘛 他履行了义务 您就应该履行我们之前的悬赏的承诺 所以我们在前面讲第三章里面 讲适得一事物的时候 别人把你的手表起来之后 送给你 您就要兑现什么之前的悬赏广告里面 给对方筹献多少钱 是不是 这一个例外 第二个 如果是商品房买卖 或者里面 这样一个商业广告 就是开发商 在房地产里面广告 如果广告内容呢 是我们在开发商规划的范围内 而且对我们购房者呢 购房的决策意志 和购房屋的价格 产生较大或者正大影响的 这样一个房地产广告的话 哪怕没有写进我们商品房买卖的 后天里面去 它构成的是要约 不具有要约邀请的性质 所以开发商事后 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 那得购房人是要承担什么 违约责任的 好 我们来看第二个 关注要约的效率 那么这块里面 重点是要关注小题目 围绕四个方面 第一 要约的生效 第二 要约的撤回 第三 要约撤消 第四 要约的失效 我们首先要把基本概念搞清楚 像要约生效 这处支点 跟我们第二章里面讲到 意思表示 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生效 是一样的 因为要约它本身就是一个 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那以对话方式来做出 是相对人 知道其内人时生效 以非对话方式来做出 原则上是到达相对人时生效 如果非对话方式 才能是受据电文的形式 比如说电子邮箱 那我们就要看相对人 它有没有指定接收的系统 如果指定了 你进入该系统的时间 为生效时间 反之 以相对人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 该受据电文 进入该系统的时间 生效 当然 双方单身人对此的生效 有另外云的 存其云 这是我们民商法里面 立法的增值 体现意思自制的原则 这一块我们之前在第二章就已经讲过了 这段里面我们不再解释了 好 那么要约的撤回 如撤销 这两个基本概念 必须能够区分开来 那么撤回 它是针对要约在生效之前 而撤销是针对要约以生效 何等未成立 就对方还没有做出承诺之前 您可以反悔 咱们举一个示例 您听 说假 手里面有一批货 发信件方式 这是非对话方式 询问已是否需要 信件内润呢 涵盖了我们这个货物的 送货量 质量价款 等主要的内容 好 信件 4月1号发出 通常两天 4月3号到达 但是呢 假如在4月2号发现 该要约信件有错误 那他可以采取的是什么呢 撤回 因为4月2号 这个要约信件 还没有到达 而对方要约还未生效 所以我们可以发撤回 要约通知 比先前那份信件要约 提前到对方 或者是什么呢 同时到对方 便可以把先前那份信件 未生效的求下来 要约呢 予以撤销 好 那么撤销这 予以撤回来 那么撤销这是什么呢 撤销是 以生效 但是对方还未做出承诺的状态 双方合同关系 还没有成立 比如说4月3号 已经到达 但是以这儿里面 他未做出承诺 4月4号 假这儿里面 想反悔 可以通过什么呢 撤销 那我们再看 你撤销要约的意思表示 你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做出 以对话方式 那我们还是强调 在我们已 未做出承诺之前 让他知道 这是对话 如果我们讲撤销要约的方式 是非对话方式 比如我们这儿里面 以信件方式 来撤销之前 以生效的要约 那我们至少应当在 以未做出承诺之前 到达对方 是不是啊 如果他已经做出了承诺 那就意味着什么呢 双方的合同关系成立了 您再来反悔 你就违约了 所以我们强调啊 在受要约人 做出承诺之前 到达对方 便可以什么呢 将以生效的要约 予以撤销 所以你要搞清楚啊 撤回是针对未生效 撤销是针对以生效 但是和他能上位成立 而撤销里面 他有例外情形 第一 要约人确定承诺期限 或者是其他形式 民事要约不可撤销 后半句话 不需要我们多解释 关键的前半句话 什么意思 比如说假在信件里面 这样说 如果贵公司需要这批货的话 请在七天内让我知悉 这个七天 便是我们那里面承诺期限 有这样一个承诺期限的 你足以让我们对方 相信你不会撤销 你给我七天的思考期吗 你看是不是 所以呢 基于这样一个信任关系 立法者呢 他没有给我们的 要约人的撤销权行使 不可以撤销 第二个 受要约人有理由相信 不可撤销 并且已经为旅行人 做了合理的准备 人家已经开始在七天内 筹措资金来买这个货物 那这样呢 也不得撤销 重点是关注 第一条里面前半句 要约人 以确定承诺期限的 不得撤销 这是我们在命题里面 经常运出的地方 好 我们来看 要约的失效 要约在什么时候失效 把基本概念搞清楚 失效 前提是要约 以生效 就像我们禅说的 说他离婚了 之前有没有结果会废话 你没结婚 根本谈不上离婚 你这样没生效 根本谈不上失效 你说是不是 所以我们刚才所讲的 要约人自己的撤回 和要约被依法撤销 请问哪一个会导致我们要约失效 那肯定是后者要约撤销 因为撤回 他是针对什么 未生效的状态 根本谈不上失效可言 所以你看啊 第二条是什么呢 要约被依法撤销 那还有那三条 要约被拒绝 对吧 然后呢 受要约人的承诺期满 未做出承诺 还有对我们要约内人 做出了实质性变更 这些如何去理解 我们还是理人化解释 你听懂的根本不需要背 你看啊 说起来呢 在上大学期间 追乙 过去我们那个年代的话 追这个小姑娘的话 一般都是通过写情书这种方式 因为那个年代的话 这个交通工具的话比较少 像现在啊 微信啊 对吧 QQ啊 那个年代很少 那么写情书 他就是一个感情要约 假很自信啊 说我想和你做朋友 如果你愿意的话 请你在七天内给我回复 我骑上自行车 到楼下来接你 好 信件到达已之后呢 有三个结果 会导致我们这个情书失效 第一 你说七天 结七百天都没理你 那就意味着我们这本感情要约的情书 失神大海了 是不是啊 作废了啊 好 第二个 七天内 他给你回复了啊 回复了三个字 我已婚 啥意思啊 不好意思 哥 你来迟了 我昨天结婚了 我没办法干嘛 嫁两夫 中国是一夫一妻子 啊 所以也会导致我们前面的情书感情要约 作废 失效 他 如果在七天内给你回复了 我愿意 哎 你心喷喷跳吧 人家还有条件 人家喜欢别摸我 他不喜欢在自行车后面吹风 宁可坐别摸我里面哭 也不愿意坐自行车后面吹风 人家把你的要于的内容 自行车改为什么呢 别摸我 这可是一个重大的变化 他便是我们这儿所讲的叫实质性的变更 那我们合同方面的话 实质性变更主要是针对我们合同主要的内容 比如说标的受量质量价格 对吧 履行期限履行方式 违约责任和我们争议纠纷的解决方式 这些变更都是对我们主要内容的变更 都告诉我们的实质性的变更 如果把逗号改为句号 这个不是我们实质性的变更 好我们来看一个例题 说假公司是四月一号 向乙公司发出订购一批石墨沙发的要约 而且我们乙公司是四月八号之前答复 关键点是后半句话 让乙公司四月八号之前答复就意味着什么 你为了有确定的承诺期限 有承诺期限该要约还能够撤销吗 不得撤销 四月二号 乙公司收到了该要约 四月三号 假公司准备改向秉公司订购石墨沙发 于是乎呢 向乙公司发出撤销要约信件 这个撤销不能发生我们法律上的撤销后果 是不是啊 用它是不得撤销的情形 该信件于四月四号到达乙公司 四月五号 假公司让我们乙公司的回复 乙公司表示没有石墨沙发 问你要不要不依沙发 你看到没有歪打正着 我本来就不想要你去买 你现在早帮我了 这样一个回复 它不是一个承诺 它是一个新要约 对我们之前要约内容做出了实质性的变更 对标的 是不是啊 所以假公司的要约何时失效呢 不就是我们以公司的回复呢 颁忙了吗 所以答案是什么呢 四月五号啊 这个实质性变更的回复 好 我们来看第二块 承诺 这一块内容呢 并不难啊 还是把我们的基本概念搞清楚 第一个 关于承诺应该要具备的条件 三条 第一 得是受要约人 向要约人做出 第二 承诺内容必须过要约内容一致 言外之意 不能对我们的要约内容有实质性的变更 否则它就是一个新要约 而不是我们这承诺 所以我们说 一份协议 一份合同 是双方民事法律行为 两者意思表示一致才行 第三个 在承诺期限内做出并到达我们要约人 这是基本的干嘛 生肖的条件 好 我们看承诺期限的确定和起算问题 这一块呢 特别是有关于我们后面啊 承诺的迟延跟迟到 这个支持点考过多次 我们先看 承诺期限怎么来确定问题 像我刚才举示例 假公司询问乙公司要不要这批货 双方在我们的要约里就说好了 七天 这七天便是我们什么呢 通过约定的方式 对吧 那如果说你要约你们没说这个承诺期限 那我们承诺应当在什么情况下 什么时间点到达 我们看你要约 以什么方式来做出 以对话方式 那就是面对面呗 所以问你要不要 你应该单级做出 及时做出 如果是非对话 比如说信件方式 那对方在合理期限内 这是什么叫合理期限 你甭管 那不是我们算心 好 承诺期的起算问题 以我刚才这个示例 在信件里面 他说对方需要这笔货 请在七天内让我知悉 这个七天从哪开始起算呢 那么你写了这个七天 如果你后面还写了 从2022年4月1号开始起算 那我们就以信件载明的日期 为起算点 对吧 如果信件里面没有载明 这个起算点日期 那没关系 我们看信分 信分上面邮戳 邮戳有两个 寄出地邮局盖一戳 到达地邮局再盖一戳 我们以哪个呢 以投寄的邮戳 白话解释 就以寄出道里面 邮局的邮戳 日期为我们道里面 承诺的起算点 好 如果是以我们快速通讯方式 像电话传真 电子邮件 那很简单 到达对方时 承诺期限 并开始起算 好 我们下面 顺点来看的就是这个 承诺的迟野和承诺的迟道 它对应的情形和产生的法律效果 那么这个内容呢 非常简单 跟我们基本尝试是一样的 咱们调完先不念啊 先直接举个示例 您听 还是假公司 想把这个货 卖给我们乙公司 以信件方式 发出要约 说4月1号 发出 4月3号 到达对方 同时在信件里说好了 贵公司需要这批货 请您的七千点让我知悉 说好了干嘛 是在4月1号 开始起算 那现在什么 乙公司愿意要这批货 他做出的承诺 我们看时间点 说在4月3号 单天就回复 愿意买 但是呢 由于疫情 小区封公司干嘛 封困了 快递干嘛 时效治后了 导致我们这份承诺 4月13号 我就问你啊 疫情凡困的话 那请问跟他 本身有关系吗 跟他本身没关系啊 不是我的原因啊 4月3号 你应当干嘛 4月5号就会到达我们家 在七天内啊 对不对 所以 这是一个承诺的迟到 那么原则上 他是一个有效的承诺 除非我们要约人 对此他及时表示什么呢 反对 说哥 你来迟了 我以为你不要 否则 这是一个有效的 我想 这个结果 跟我们基本尝试 是一样的 毕竟我们说 这个疫情的原因 导致的跟这个乙 没关系 对不对 第二个 如果以天生就在4月13号 才蔓延延的 给我们假照里面回复承诺 他本身就超出我们的承诺期限 或者是4月6号 才做出 4月6号两天时间 你怎么也赶不上4月7号之前 你说是不是 所以通常情况下 不能及时到对方 那可是您的原因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认为 他是一个心要约 除非我们照里面假 及时表示认可 说哥 我一直在懂你的回信 没关系 吃一点 我愿意 知道吧 那么第二个情形 他是持言 所以持言 是通常情形 不能及时到达 而持道 是通常情形 能够到达 是其他原因所致的 明白吧 那么承诺何时生效呢 那我们照样是采取到达主义 承诺通知到达 要约人时 开神要 如果不需要通知的话 那也办什么 是做出承诺行为时生效 在我们现实里面 多办什么 需要通知 那我们还是关注 到达 承诺他可以撤回 为什么承诺 这里面没写撤销 很简单 撤回是针对什么呢 尚未生效 撤销是针对已经生效 我问你 承诺如果已经生效 就意味着什么 就意味着双方当事人 意思表示一致 您此时再撤销 您就违约了 双方当事人 意思表示一致 就意味着合同成立 依法成立的合同字 成立时变生效 您此时反悔 再撤销 你就违约 所以他只有撤回 没有撤销 什么时候撤回 那给我们的要约撤回 是同样的时间点要求 撤回承诺的通知 比承诺提前到要约人 或者同时到要约人 那么承诺内容 我们肯定强调 与要约内容的两者是一致的 不得对其做出实质性的变更 否则它就是一个新要约 对吧 如果是非实质性的变更的话 那原则上这个承诺是有效的 你把无关紧要的错别字改一下 把标点符号改一下 那没关系 那不影响我们的实质内容 所以它是一个有 除非是什么呢 对方即使反对 或者我们的要约里面明确写了 不得改一个字 那或者内容呢 就以我们承诺的内容为准了 所以要分约中是实际性变更 还是我们非实际性变更 好 我们来看几个例题 先看第一题 说2011年4月24 假象已发出含见称 本人准备以每东5000块的价格 出售螺红钢100吨 如果你想购买 请5月10号之前 让本人知悉 有承诺期限 事后不得撤销 说以日4月27号 到我们讲的含见 比如次日回函表示愿意购买 有如快递公司投递错误 看到没有其他原因 回函于5月11号 就超过我们的5月10号 这是一个迟到 通常能到的 由于别的原因导致的 那在原则上是什么呢 是一个有效的承诺 除非对方即使表示了反对 提出了异议 但对方呢 他为做理会 而是把钢材卖给他人 你为做理会 这就意味着是有效承诺 双方能成立 依法成立的 自成立之变生效 你事后是要把钢材卖给我的 所以以让甲旅行 钢材卖 这个要求是什么 合法的 好我们看后面的选项 这个选择题非常简单 你看看没有 未成立 未成立 成立未生效 很容易很快排除 答案是什么 选递 好我们看第二题 构成有效的承诺的事 那有效承诺 有两个特殊点 您需要搞清楚 一个是迟到 迟到的承诺 原则上是有效 一个是什么呢 非实质性的变更 除非对方及时反对 或者我们那个要用里面 明确表示 不得做任何变更 否则他也是一个有效的 好我们看后面的选项 受要约人 向要约人 发出承诺函之后 随即又发一封 函件表示收回 两封函件同时到达 这是一个撤回 撤回就意味着 该承诺没有生效 是不是啊 所以A不能选他 B受要约人 在承诺机内 发出承诺 正常情况下 可以逾期到达 但是年日暴雨 道路冲毁了 通知到对方时 已超过了 这是一个迟到 看对方 对方在那里面 为做任何表示 所以它是一个 有效的承诺 C 受要约人发出 表示程度的 罕见是 已经超出了 我们的承诺机内 这是一个迟言 看对方 他告诉你 对方为做表示 为做表示 那他就是一个 新要约 是不是啊 除非对方及时表示 认可 而对方 为做表示 所以 这是一个新要约了 第一 回函表示 价格下调 我都不认念后面的 价格下调 您对我的关键的内容 做出了实质性的变更 它是一个新要约 不是一个有效的承诺 好 我们看第三题 说下调 关于承诺的表里面 正确的是 承诺人可以撤回承诺 撤回没问题 是不是啊 但撤回承诺的通知 不能宛如我们承诺通知 到达对方 是的 要么跟他同时到 要么干嘛 在此之前到 总而言之 不能宛如承诺到对方 B 要约以对话方式 做出承诺应当 在合理期限内 不对 对话面的面 应该是及时做出 所以B是错误的 所以受要约人 超过承诺期限发出 超过承诺期限 这是持言 超言嘛 除非 对方表示同意 否则该承诺 它是一个新要约 照样里面说反了 说反了 所以是错误的 承诺内人应该是要约内人一致 否则就视为新要约 递选项啊 我非常佩服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坑 一个假逻辑关系 这个事件不是说只有这一面 就是那一面 不是的 连者内人一致 没问题 卑制的话 有可能是实质性的变更 还有可能是非实质性的变更 只有前者他才是新要约 后者照样是一个有效的承诺 你说是不是 所以呢 D是错误的 选A就可以 好我们看第四题 说下来关注承诺的表里面正确的是 迟到的承诺 视为新要约 迟到 是通常情况下能够到的 那除非是对方及时表示反对 否则 他是一个有效的 承诺 而不是一个新要约 反过来讲 持严的承诺 原则上视为是新要约 那是对的 B 承诺自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 只靠我们承诺的生效 到达没问题 C 承诺人发出承诺之后不得反悔 谁告诉你的 承诺虽然没有撤销 但是他有撤回 撤回就体现着我们可以反悔 是不是 所以错了 第一 受要约人超过了承诺期限发出 抄严 那就是持严的承诺 不是迟到的 所以他是错的 这应该是什么 选 B选项就可以 只有B是什么呢 正确的 好 我们这一讲呢 给他有没有讲这么多